新幹線 乘搭新幹線很快就來到新神戶站 一個很沒性格的車站 新幹線站還要是神戶的大城市 那站都沒什麼性格 都不要緊 現在去香草原 原本想去秘中松山城 不過可能會下大雨 走那些山路有點危險 所以就改回一些市區的地方 事前都完全不知道有一個日本三大神龍 在附近 走400米就到了布隱之龍 現在去看看 沿著去搭地鐵的地方 你就會看到布隱之龍的指示 現在跟著去 先去看看 有些搞鬼 這麼迷幻的一個橋底 其實是一條馬路 就去布隱之龍 布隱之龍就跟著這個方向走500米 如果去香草原就要走1400米 不過其實站那裡應該有纜車上去 先去到布隱之龍 好了,來到 布隱之龍的癡龍 和和歌山的那士瀑布 這條馬路 正稱日本的三大神龍 即是神瀑布 那 OK 看看吧 我本身對瀑布沒有太大感覺 不過這次實在太容易來了 在新神戶站 走兩個小時左右 再走一段路 就會上到紅龍那邊 再走250米 就會上到紅龍那邊 不過就是一條很長的樓梯 令人有絕望的感覺 很長的一條樓梯 途經一個鼓龍 我想流水聲好像打鼓一樣響 但跟鼓聲不同 響就很響 繼續走 好 來到了 終於 布隱之龍 日本人的規矩 真是一絡絡 坐鼻鐵 東京就靠左 其他地方基本上都靠左 是大阪就靠右 神戶這裏 就和大阪一樣 喜歡靠右 可能和大阪很近 但是再過一點去到基路 人們已經變回靠左 靠左靠右也有規矩 真是很麻煩 由新幹線站走過來 轉地下鐵的地方 右邊就是去搭地下鐵 左邊就是去香草園 還有藍車 走到尼盡頭 就看到指示了 轉彎 來到這個位置 就搭電梯上一樓 好了 上來搭電梯 就轉回了 就看到香草園的入口 好了 搭電梯出來 終於到了這個 香草園的藍車站 到 少少麻煩 好轉折才上來 好了 買了票就進去了 最喜歡這些 無間斷式的藍車仔 最喜歡這些 最喜歡這些無間斷式的藍車仔 可以獨向一個小車廂 好 出發了 出發的速度也挺高 看到神戶的海港景色 好 來匯要2000日圓 都貴鬼地 當然是藍車 這個 好 坐了 5分鐘左右 就到了 好奇怪 有職員開到門 叫你不用下車 哈哈 有點多扯一舉 掛個牌出來便可以 逐個乘客 逐個藍車打開 說不用下車的 你走吧 哈哈 做甚麼呢 好了 又出發 這裏 有些人在這裏野餐 不知道怎樣上來 這個位置 看看待會怎樣來 好 再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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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站 風之休的中間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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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的花園 花很漂亮, 但香味有很多不同的花, 有些怪怪 , 香味有很多, 無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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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解臭覺的原理 每一種香草對人體起到一些作用 安定情緒,令你睡眠,增加集中力之類 這裏有很多香油的品牌,讓大家逐一開來問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款你自己喜歡的 不過我覺得很多香草都像我小時候塗的獅子油味 似乎不太適合我 又有這些,可以拿來問一下 嗯,還是有些奇怪 大家來問一下 還是有些奇怪 不知道,還是這麼長一系列 大家又來問一下 還是那些,我不會說 那些是我不喜歡的味道 其實是 各種香水的瓶 應該是 以前製作香水的工具 應該是 嗯 請到 我們吃 吃 看 請問一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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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真的可以做沙拉了? 嗯,很多不知什么的香草 有些可以用来煮粽,有些可以用来入药 整个圆非常大 除了山顶的馆之外 一路到山腰那里,中间站也有一些展馆 这个我认得了,应该可以吃的,可以用来做沙拉 走到温室了,看看里面有什么展品 看来很简单 见面 有些人 这个是沙拉 在里面有些温室 是来自温室的 是来自温室的 康貝空港 二樓是餐廳,不過我現在還是很飽 今早吃了個豬扒飯 這邊還有個免費的竹湯 不過昨晚我也浸夠溫泉 不浸了 這裏的玩法應該是由 山腳那裏,纜車站一邊坐到最頂 然後慢慢玩回山腰的中間站那裏 有腳力可以直接走下山 沒有的話就買來回飛,來回飄 那裏就在中間站,搭回藍車下山 那裏應該是最省力的了 沿路也有很多東西看 大家如果對植物有興趣,喜歡看花的 這裏真是一個好地方 好,來到四季之亭 看看有些什麼花 四季之亭 四季之亭 原路一邊走一邊看 終於來到中間站了 那我就在中間站坐回藍車下山 不然不走上去 剛才上山的時候經過這裏 搭藍車 不知怎麽來 原來呢 在山頂站沿著山路 慢慢走下來就可以了 藍車站都很漂亮 還有這裏的吊床 很舒服 不過很難上落 好 在中間站下山,虧了半程 如果中間站下山就1000日圓 一程 便宜一點 因為一程 爬低上山頂就要1400日圓 來回2000日圓 2000日圓應該是設計了 你會這樣走半段 好,上了纜車 好,現在下山了 好,到站了 好,回來了 好,邊說吧 好,再見 好,在家族